与山的连结,要从冲动去爬吉利马扎洛山说起 不间断的飞了七年,我常常在醒来的瞬间,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 因为生活作息不规律,越来越长赶到倦怠,找不到目标 我告诉自己,是时候该有个新的开始了 离职后我去了坦上尼亚看野生动物 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从小的梦想,爬非洲最高的吉利马扎洛山 我没有爬过任何一座百岳就傻傻的出发了 到底为何而去?我真的爱山吗? 现在回头看才发现,也许我是想要解救被困住了 已经忘了梦想的自己 为了赚钱,一再忽视心理和生理上的警讯 我极度需要一个挑战,证明自己还有能力突破 所以我规划了整趟旅程 当街价饭店,当地旅行社,还有汇款都完成后 突然感到自己不再只是机上那个随时避空避进 怕因为任何小事就被客宿的小螺丝钉了 登山的前一天,向导来到饭店确认装备是否齐全 唯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带着尊敬大自然的心 才有可能通过登顶前零下20度的考验 顺利登上还把5895公尺的封顶 很可惜的是,我在4900公尺左右 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没有继续往上爬 往回走的路上,我边看着月光 边不停地回想着 这几天每个想放弃,却努力坚持下去的时刻 真的要这样划送据点了吗? 飞了大半个地球,却只有我没有登顶 未来还有机会完成这个梦想吗? 回饭店的路上,向导才说他们都约我 第二天就会放弃了 没想到竟然能够坚持到最后 过了一年又十个月 我终于又踏上让我又爱又怕的爬山之旅了 这次要去哪里呢? 记得订阅梅塔的旅行趣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下次见,拜拜!